台中光复国中小从中正路到亚洲大学 长达有600公尺的路段 路面是坑坑洞洞 再加上这车流量大 失神通行风险不小 为了改善通行安全 明代争取3100多万元经费拓宽 并且翻新了人行道 预计今年底进场失责 人行道坑坑巴巴凹凸不平 这里是雾峰区的光复国中小学 从中正路到亚洲大学 长达600公尺的路段 人行道老旧增加了失神的通行风险 每当上下学这个期间 这一条路是非常的繁忙 尤其是公车 还有家长接送的车辆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过去的孩子 他们大概在整个人行道 整个路面颠簸不平 而且有一些路段并没有人行道 光复国中小学校内1000多名学生 加上邻近亚洲大学 导致当地的车流量频繁 为了改善现有的通行环境 明淡就邀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争取到中央和地方共3100多万元的经费 要来改善校园周边的人行道 进行拓宽和诊件 以及设置夜间照明等设备 预计在今年底就会进场失作 因为这条路在了在地的乡亲在驾驾 还有我们光复国中小办法很好 学生一两千人 还有我们亚洲大学七千人 所以这条水游戏很多 还有外宾来参丸 我们亚洲大学安藤中小美事馆 所以这条路 它也很久没有重新收拾 所以还要重点车很多 所以必须说学校的周边路中边 设计同学路道 目前我们预计改善的范围 是雾峰区的柳峰路 从中正路口一直到亚洲大学 然后期间大概600公尺的人行道 我们会来全新来施筑 然后路面也会来刨风 此外路口的一些标线标示 我们也会来重新的检讨 当然在这个施工期间 希望能保持我们交通的顺畅 透过会刊的办理 整合了地方的意见 希望路面翻新以及拓宽后 能解决当地的交通瓶颈 还给用路人一个安全舒适的空间